化官化成,化成法身佛 密教的圣可以讲,佛就分为应身佛圣 报身佛圣,法身佛圣 什么是应身佛? 今天坐在这里 你们坐在这里,通通都是应身佛 你们修了密教,得了我的观点 已经给你佛号,你就是佛 密教最重要的口诀,你就是佛 谁是佛呢?你就是佛 这个叫应身佛 密教里三种佛 这个像我来讲,应身佛是穿衣服 有穿衣服 报身佛是穿一半 法身佛没有穿衣服 为什么法身佛没有穿衣服? 他是无形的吗?他还衣服干什么? 根本他本来就是跟宇宙融合为一的宇宙意识 他还要衣服干什么呢? 所以法身佛是无形无相,没有衣服的 报身佛是穿一半 像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报身佛 西方极乐世界巴哈双年词的莲花童子是报身佛 今天在这里,坐在这里,穿衣服的是应身佛 我们修行可以达到自心开悟 自心流露 明白清楚自己就是一位佛生生的应身佛 就是佛佛 密教里面有佛佛,对不对? 别的宗派显教哪里有什么佛佛 因身佛陈 welche,佛佛 呼吐渴逃,呼吐渴途 不是佛里呼吐渴,是呼吐渴途 也就是转世佛佛的意思 那里你修行开悟,你领悟你就是佛佛 这是密教里面才有 所以是应身佛佛认 什么是报身佛身 因为你说命通 你清楚 你知道自己的本尊在何处 你有自己的净土 什么叫Sity Home Sity就是净土 Home就是成就 成就你自己的净土 Om Guru连生 Sity Home Sity就是净土 Home就是成就净土 你们在念 Om Guru连生 Sity Home Om一昼一世 Guru导师 连生 就是连生佛佛 净土成就 就是Om Guru连生 Sity Home 加上 Aho Satsama Ha 就是六道众生 全归净土得到成就 所以你在持这个咒当中 你已经是在做净土 净土圣 这种成就 那么你将来你自身变化成为佛 你在人间你是应身佛圣 你到净土 就是报身佛圣 你自己自己自己寄生成佛了 就是法身佛圣 你已经融入 彼如遮纳海 这密教里面也可以安利多圣 这是我自己给他分的 这里面并没有写 并没有写 但是他讲 若不而者 既宙圣中 亦应安利众多圣也 事实上 宙圣里面 单单持咒 你就可以安利成为国王圣 你在做供养吗 持咒吗 你单单念这个咒 你就可以当国王 单单持这个咒 就可以进入国王圣 你念安土地真言 安土地真言 很多人都念的 对不对 显教也念安土地真言 你可以当地主 地主 土地的主人 土地的主人是什么呢 也差不多一个城主 一个城市的一个主人 福报很大的 安土地真言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国王圣的范围 那么你又可以修慈明圣 当慈明仙人 念咒 念了很多的时候 积极起来 你的福报 在天里面 你到慈明天 到奥明天 你都可以当慈明仙人 因为咒会放光的 不可思议的 你可以到净土 本尊成就 你可以到本尊净土 单单佛圣 又有应生佛圣 报生佛圣 法生佛圣 很尊贵的 所以这个 密教里面 应该讲起来 他可以安利多生 在我们讲起来 其实密圣 不应该列入 这个大圣之中 应该自成一圣 就是密圣 就是咒圣 因为这个三藏十二部 其中也有人认为啊 三藏十二部 把这个咒障 放在三藏里面 其实是不可以 应该自己独立成为一个咒障 那就变成四藏十二部 四藏十二部 因为那个咒语啊 也可以成立成为一个咒障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密教啊 密圣 是非常珍贵的 单单里面的修法 就跟一般的通通不同 一般佛教里面的法都不一样 那么也是很殊胜 很超越 很不凡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 我们的这个真佛密法 你看那个修行的这个过程 四个阶段 先修本尊 那么再修内法 再修密法 再修秘密法 这个层次啊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分明 不像一般的这个 一般的那个 稍微粉细 粉细不太清楚 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 这个密教的法 オマネペミハム